计算-15加-46加-29的值 进行运算前,我先画图表示一下 每个数字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给每个数都对应画一条数轴表示 -15看起来就是这样的 这是原点 假设这里是-15 -15可以用从原点指向-15的箭头表示 这个箭头线的长度就表示数的绝对值 从原点到数的坐标的距离 那么这段长度就是15 负号表示是从原点向左 所以这个的绝对值是15 也就是这个箭头的长度 -46也是一样的 再画数轴表示一次 原点在这里 负46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 注意,同理 负46到原点的距离 或者说是负46的绝对值 就是46 方向是从原点向左 所以表示的数是负46 前面的符号表示是从原点向左 还是向右 绝对值 大小则表示距离原点向左 或者向右有多远 最后 负29也是一样 再画一遍树轴 这是用黄色画树轴 画树轴 这是原点 负29 大约是在这里 负29就是距离 原点距离 是29的点 那么这段距离 就是29 因为方向是向左 所以是负29 如果是正29 就会是原点向右 距离为29的点 现在我们已经表示出 这三个数 大家能看到它们的 绝对值相对大小 如果相加会怎样呢 一种思考方式 就是分别叠加这些箭头 如果把这个箭头 放在这个的顶端 或者说左端 如果在第一个箭头 结束的地方 接着放绿箭头 然后是乘箭头 这么做试试 应用很长很长的竖轴了 这是原点 从这开始 首先画出负15 再向左移动15个 单位距离 得到表示负15的点 然后再左移46个 单位距离 就得到负15加负46 我先画出来 然后要算出这个点 表示的数是多少 左移46距离 差不多这么远 这其实就是上面这个 绿箭头 就是把它挪下来了 在负15这个箭头这里 在箭头结束的地方 放这个绿箭头 现在还没有算出 这个数是多少 这就进行数学运算了 这其实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知道这个箭头长度是46 而且是向左的 这个洋红色的箭头长度是15 最后是这个成箭头 它的长度是29 29也是指向左边 看起来是这样的 长度是29 在进行这些处理之后 得到了什么呢 最终竖轴左端的点 表示的是多少呢 向左推进的总长度 就是15加46加29 因为是向左的 所以是负的 由于式子中 数都是负号 我们可以把这个看成是 相同的另外一个形式 把负号提出来 负15加负46加负29 然后再加负号 把它们都加起来 15加46加29得到 5加6是11 11加9是20 进位是2 2加1是3 3加4是7 7加2是9 得到90 这整个长度就是90 如果把这些箭头叠加起来 得到90 但结果不是向右的 如果是向右的 那就是正的90了 那么结果是正90 但这是向左的箭头 所以把三数相加 得到的不是正90 而是负90 一种思考方式是 三个数是同号的 所求是就等于负的 括号负15加负46加负29 括号 为什么这么写呢 这看起来有点奇特 但是负15就是这个紫红箭头的长度 这个绝对值负46就是绿箭头的长度 46 这是乘箭头的长度 那么15加46加29 最后得到90 又因为是向左的 所以就是负90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